耶稣说你要奉我的名求 关键在奉我们的名求 奉我的名求 很多人祷告 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这样讲 耶稣啊 因着你的缘故 因着你的名字啊 你的名声啊 你的声誉啊 我们如何如何来求你 很伟大啊 我们跟耶稣讲条件啊 耶稣越来越做越减少 不是我减少 你看啊 这种的祷告是没有果效的 因为这样的祷告 你是威胁上帝 雅兜必要雅兽 雅兽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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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每天都这样做 但是我们的心态和态度是怎么样 难怪那你的祷告没有得到 今天耶稣讲得很清楚 你要奉我的名求 我们求不是为了 耶稣的名声 这样的祷告是错误的 观念也是错误的 这种的错误观念的导致我们对祷告的信心啊 间接过得直接受影响 我们求不是为了耶稣的名声 也不是因为他的缘故 我们祷告啊 全部都是为了你自己 跟你旁边讲 祷告是为了你自己 那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朋友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也不是我的意思 你请你看 如今你们求救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保住 谁喜乐 不是耶稣送 是你送 叫你的喜乐可以保住 请问你祷告那么久 你得到祷告的运营的喜乐没有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达到你的祷告的运营 问题出现在一些地方了 今天耶稣讲得很清楚 祷告的目的 祷告的效果不是为了他送 而是为了你送 OK 跟你旁边讲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 所以 所以呢 不是耶稣需要得医治 是你得到需要的医治 OK 不是耶稣需要祷告的运营 是我们需要得到运营 OK 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许多的祷告因此被破坏而没有果效 原因他们为耶稣的荣耀 耶稣啊 为了你的名声 你最好做给我 要不然你真的是 没人敢相信你 耶稣不 耶稣不受你那一套的 很多人啊 跟耶稣 祷告的时候呢 他用不同的channel 不同的 不同的频道 跟耶稣讲话 你今天要跟耶稣 从上帝那边 从耶稣那边得着 任何的祷告答案 任何的祷告应允呢 你必须要跟他的pattern 对吗 今天 你去上班 你要听老板的话 你不能说我爽爽 我做的东西 我吸温 九点半 九点上班 我九点半才来去office 因为我爽 你爽到最后夜尾 你就没拿薪水哦 因为你不跟老板的方式走嘛 今天我们很多祷告是这样的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祷告 希望耶稣在听 错了 如果你想耶稣 听你的祷告 如果你想奉耶稣 你要你的祷告的英语 你必须要懂得奉耶稣的名 很多人说 为了你的缘故啦 为了你的名声啦 而不是奉耶稣的名来祷告 为了耶稣的名声和奉耶稣的名祷告 是两为师来的 阿妹 约翰